核实中国公民伤亡的情况 那么领事馆的参战目前呢 已经是带队相关的工作人员 前往了这个医院 来了解具体的一些细节跟情况 来看望伤者 并且也是组织了一些志愿者 来给这些伤者提供一些翻译的服务 那么具体的一些消息 我这边还会更进一步的更新 一些消息 就是去初步的一些调查呢 这个发生爆炸的这个炸弹 经过分析它是属于TNT的一个 也是影响到了这边的街道 从现场呢我们也看见 有几辆摩托车已经是损坏严重 也可以从侧面看得出来 这次爆炸的威力之大 OK